就是关于照片论识的部分 那先给老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范例 在今天的范例这里面 孙老师他有给了几个档案 待会这边会有一些练习档 例如说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假如说今天本身有没有发现 好来 这个是谁 是川姬林 好 很多人形象破灭了 好来 你看哦 因为其实人都没有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去捷运站 有没有 你走过去之后 每一张明星的那个脸都非常的漂亮 下次你多注意一件事 那些被放大的图 他们都没有毛细孔 为什么 其实不管你的皮肤再怎么细致 都一定会有毛细孔 只是毛细孔大还是小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他可以放那么大 然后呢 都没有毛细孔 原因就是因为 你看 当我把它修完之后 哇 哇 有看到哦 这个放在什么大都不用他 对不对 有了他就再也不用SK2 有没有 嘿 对啊 有没有发现 那个发现使用前跟使用后 真的差很多 有没有 所以未来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买保养品 有没有 不要被这些图片骗了 这些图片真的会骗石 对不对 好那这个怎么修 待会孙老师会教你怎么修 那我今天就是负责来介绍一下 那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其中一个 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今天你拍的照片 像有的时候像天气 尤其是春天的天气 看起来呢 有阳光 有阳光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拍照 可不可以再打闪光灯 最好不要 很容易怎么样 会曝光 对不对 可是不打闪光灯 因为我们的那个数位相机上面 它的萤幕会有一些亮度 所以你在拍的时候 可能从数位相机的画面上 觉得 哎 很漂亮 可是刚刚你今天 丢到电脑里面来的时候 普遍一放大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好像有一点点雾雾的感觉 对不对 好像有点不太清楚 那我今天要怎么样 去把它修饰的比较清楚 那这个部分 待会我们也是一个简单的小功能 就可以让你的天空变得很漂亮 这个雾蒙蒙的感觉会不见 那我们要用的功能叫做色阶 色阶的部分 那待会我们再操作 我先介绍一下 当然会用到的功能 色阶 那除了色阶以外呢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有时候拍照不可能只有白天拍 有的时候一定会有 晚上拍的时候 那这个是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从晚上这样看下去 维多利亚港最漂亮的就是灯光秀 可是当你今天拍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雾蒙蒙的 有没有 那我们今天就会希望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的灯光可以很漂亮 可是这个时候 然后如果你直接怎么样的调整整个亮度 待会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会变成灰修处 有没有 太亮了 着火的感觉 那我要怎么样让天空黑的更黑 然后这个亮的地方有没有 待会能够很漂亮的展现出来 那我们用的这个功能也叫做色阶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色阶是晚上 我们处理晚上的照片 我们处理晚上的照片 要怎么样让黑的地方更黑 让亮的地方更亮 所以待会我们也来看一下要怎么样做 那这个也是待会大家要实做的一个范例之一 好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再来就是像有的时候我们拍照的时候怎么样呢 很有可能你的相机会打直的拍 对不对 可是拍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诶 怎么放到我的电脑里 他怎么转的怎么样 转的90度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转正 有没有 如果我们有时候拍照 可能会因为那个风景太高了 例如说你要拍101有没有 太高了 你很有可能拍出来的照片 放到电脑里就变成这样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要怎么样把它转正 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一样的 待会我们会来做简单的处理 怎么样把橫的照片转成直的 好这也是其中一个 好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再来色阶的部分 在室内拍照 很有可能就会碰到像现在这样 你会发现哦 这个灯光 日光灯通常都是白色的 可是当我今天拍完的照片 你会发现他的色调偏什么 偏黄欸 那这样感觉就怎么样 感觉就脏脏的对不对 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个墙壁 真的是变成白色的 很漂亮的白色 因为我们有时候拍照在室内 有没有聚餐啊 一定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好所以待会我们也会看到 怎么样让这个色阶有没有 就是白色的墙壁 真的是白色的 绿光灯不是黄黄的 是白色的 好所以这个部分 也是我们待会要做照片的调整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好我们刚刚说了 如果今天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就不小心昨天晚上长了一颗痘痘 有没有 最近火气大 可能长痘痘 或者有些人怎么样呢 可能本身呢 以前呢 会有一些斑点 有看到吗 这些斑点 还有呢 有时候不小心会有这个孝文 不能讲鱼尾文 有些人会积会 怎么办呢 是的我们要自己把它修掉 可以吗 那要怎么修才自然 所以待会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修完之后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痘痘不见了 可以吗 痘痘以及斑痕不见了 那这个部分有没有 因为我们人在校 本来就会有一点点怎么样的 一点点皮肤皱褶的感觉 当然你不可以全部把它抹掉 这样一看就知道太假了 但是呢 有没有发现它怎么样 有点淡化了 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怎么样 把你身上的一些斑痕把它淡化 那这个也是待会其中的一个调整的部分 就是把我们的斑 把我们的痘痘怎么样给去掉 给去掉 好所以呢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合成图 合成图 嘿来 有没有发现 哇塞 这个有没有 好笑 对这个部分呢 是一只什么 一只野狼 然后呢 它把羊有没有 才可以对它跳过去 好那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啊 我们很有可能啊 在照片里面呢 有没有想要做一些简单的合成 甚至有的时候并不是合成哦 是什么呢 把照片上原来有的人去掉 例如有些人 有没有 你可能暗恋某个人 想要跟他单独合照又不太好意思 我们就会拉一个路人甲路人蚁 来一起合照 对不对 照完之后我要怎么把他们去掉 剩下我们的匹人 有没有 嘿对 要怎么把他去掉 那这一张图呢 然后呢 待会呢 孙老师就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只羊给拿掉 有没有 甚至什么呢 哎我的羊太多了 或者太少了 我可以让我的羊呢 变得更多只 再了解 好那这一个部分 也是我们影像合成 那这个影像合成呢 我们以前用的可能是比较简单的 叫PotoInPate 那PotoInPate呢 它最主要就是 它有个白宝箱 你只要点两下就可以套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要用套用 因为套用太简单了 我是要自己去做修改 那这时候你可能会用PotoShop 可是PotoShop 刚刚看的一套多少钱 3万多 3万多耶 这样你为了修一颗痘痘 花3万多块 你愿意吗 好像拿不太出来 好像买SK路如果3万多 好像看得到东西 会比较心安 可是我买了一个软体 好像下一次在用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好像就不会想要拿3万块 那今天你来对了 因为今天这一套钱 对不对 这一套软体不用钱 而且它可以帮助你怎么样 把痘痘给取消 而且有的时候呢 我们万一今天化妆 拍完照之后 发现一件事 口红的颜色 为什么拍出来这么难看 有没有 有的时候我可能 画的是桃红色 那怎么拍出来的颜色不太好 怎么好像变成紫色 我们也可以用这套软体 来帮你编修 好 所以呢 这个是待会我们会看到的几个範例 那目前呢 就是先介绍给大家 那另外呢 除了这个以外 待会你们还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里面呢 有一个PDF档 有关于待会呢 要修图的这些步骤 在这里面都有 在这里面都有 所以万一你回去 如果忘记了 这里面会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范例 你可以从这里面来看到操作的步骤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范例 好 那另外呢 除了这个以外 我额外介绍 有些人都想说 啊 IMP只是能够用来修照片 有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呢 好 那其实我跟你说 如果家里的小朋友 喜欢画图的人 好 来我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之前有一个 那前面秀不出来 下方这边 这个是孙老师之前的一个学生 他画的一个插画 他本身很喜欢画 类似像painter一样的那个图片 好 来这个是另外一张 你也可以利用这一个IMP 来做画图 看一下这几个 这个是做去背的动作 你可以加上滤镜 有没有 看起来就会比较像卡通一样的 好 那另外一个 去不出来 我重整一次 好 这一个 这一张图你相信是用手画的吗 而且就是用gip画的哦 怎么画呢 好 在这边他用的是笔刷 那当然今天不会教你把它画出来啦 我们当然是说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喜欢用手画画的 有没有 他可以跟我们的Photoshop一样 你可以透过笔刷的方式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慢慢的 他当然是用涂层 有没有 一层一层把它画出来 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眼睛 好很漂亮吧 好 哇 好不要羡慕 这个慢慢慢慢的 哎这个是嘴巴的部分 好 然后呢 最后直接我们跳完成图 有没有 画出来 真的就是这样画出来的 有看到吗 好 那这个呢就是手画的部分 所以除了刚才我所介绍的 怎么样去把墙壁变白色 怎么样把天空变得很漂亮的蓝色 怎么样把你的痘痘修掉五万 其实GIMP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透过笔刷来做绘图 好那以上呢是简单的GIMP这个软体的介绍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交给孙老师他来带我们怎么样修痘痘 好来直接交给孙老师 OK 各位老师不好意思 就 为 上一个新诊单歌了 那 我想 刚刚呢 凯如有跟各位介绍说 我们今天的教学的资源是不是都在这里 那 我在准备这个资源的时候 我就在考虑一件事情 我到底要不要只有这一个小时 然后 就给一个小时的东西 那我很怕大家只有看到一个小时的东西 不知道说 我原来还可以延伸 做到一些其他的应用 所以上这个软体我之前在台北市教师研习中心 还曾经上过四天 那 刚刚凯如有跟各位介绍说 说 这是一个类似Photoshop软体 对不对 那语习班呢 Photoshop软体 哇 最基本的课程呢 学下来差不多要27个小时 我们今天只有 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所以 各位我们可能用27倍速快转 然后 我们只能挑一段 然后来跟各位分享 那挑哪一段呢 那我想今天呢 就直接来跟各位挑这一段好了 嗯 当我们有一张照片在 当我们不管用相机 或者是用 手机 拍到的照片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处理 我们就可以 直接从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应用 好不好 那基本上呢 如果可以的话 老师们你们 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帮各位整理 整理了一份讲义 那这份讲义呢 如果你们把它打开来的话 比如说 各位可以看到 哦 没有切是不是 好 我先切完一下画面 不好意思 三二一 OK 我重新猜一次 就是说 事实上呢 这个是我自己在教 其实我把动画的部分拿掉 因为这个软件还可以做动画 各位很难想象吗 我把动画的部分先把它拿走 那我想我们今天也够给各位看到的 就是有关影像处理的部分 那当然哦 各位你也可以看到 我说 呃 那除了影像处理这个地方之外的 旁边也有像这种 猜跑的照片 当然 如果你的相机能够拍出这样的一个品质的话 当然 我看照片也不用怎么修的啦 当然 问题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拍出这种品质 那这个 你这个照片的来源 这是一个 呃 我是从freaker的网站 这边 整理下来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 原始的位置 好 那 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让各位到网路上面去看 很多摄影师的作品 那如果我们拍出来照片 或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修照片 所以单准呢 我很快的用这几张组 让各位完整的了解到说 那修照片是怎么一回事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先确定一下 各位有这些软件 那至于说这些软件 怎么样把档案打开来呢 记得以前我们开档案 是不是都是快点两下 再开档案 以后你装了给我们这个软件呢 诶 各位记得哦 你可以按右键 按右键呢 诶 我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是在Windows底下呢 他就会告诉你 诶 你可以用GIMP打开 当然咯 你如果是使用EasyGo 或Linux呢 他这边有各种开启的方式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的 这个软件叫GIMP 你可以按右键 有没有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开启呢 我要用GIMP来开 当然电脑呢 他就会自动用GIMP来打开来了 如果你在Windows安装的话 也可以这样子哦 因为电脑怎么知道 你要用哪一个软件来开 开电脑 预设的那一个 预设的那一个 不见得是这个软件 好 各位我们先像这样子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开 或者是 你现在看到 档案是这个样子 以后你开档案呢 你也可以直接拖引到工序箱这里 有没有 放掉 这样就可以把档案打开来了 可以吧 这个软件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原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档案打开来 我们先一起把第一张照片把它打开来 好不好 除了打开照片之外 还有啊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在给各位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有没有看到也有讲义 那这个讲义呢 其实你们可以把这个讲义的电子档呢 把它翻到 从这个地方 卷轴卷下来 你可以把它卷到第16页 换句话说 我待会讲的内容 各位不用抄了 因为我都帮各位整理到 第16页的内容上面了 可以吗 在右上角第16页 好 所以画面签给各位 请帮 请各位帮我们开启 这张照片 以及 这一份 讲义 讲义在 这里 第16页 可以把 好 画面签给各位 不好意思 3 2 1 各位 我第一个跟各位介绍的重点就是 各位 照片你怎么会有拍歪掉的时候 那我只要把我拍歪掉的照片 做一条正 那这里呢 我们现在跟各位谈的是这张照片 那其他我们用不到的工具 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 好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呢 是这个样子 各位有发现 其实拍照很容易 因为我们取景的关系 会觉得是歪歪的 那当然 从这张照片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未来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怎样去取景 比如说你会觉得这张照片歪歪的 很有可能是因为 因为你受到前面的这个柱子的影响 或者是你受到了这个扛到的影响 对不对 好了 不管是歪哪一边 至少我们未来在拍照的时候取景 你可能要记得 要避掉像这些地方 有没有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眼睛看的是这里 我希望这里是正的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这边呢 有提醒各位 我们呢 用到的是一个什么 旋转工具 好 那旋转工具在哪里呢 好 很快的来看一下 旋转工具 那不就是 有没有看到这里 好 我点一下旋转工具 诶 各位 有没有看到 我就可以直接在画面上拖曳 那到底要转怎么样 会比较正呢 当然大部分的软体 都可以拉出所谓的参考线 比如说 诶 我这边从尺柜 拉出来就是一条参考线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呢 我建议各位 我个人 不太会真的拉出参考线 因为当我们在做旋转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边不就是等于一把尺吗 视窗就是一个尺吗 我都可以直接用视窗来处理就可以了 好 总之我现在把它调整一下 诶 各位你看喔 这样看一个大概 假设你要以这个数字为基准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这样拖曳 然后来看 好不好 OK 可以吗 好 那你这边一调整了之后发现 诶 这边震了 那这边有可能是更歪 所以 从这个地方 如果我调完了之后 后悔的时候怎么办 我先按Ctrl的自己复原 每一个软体 不是都会有复原 都是按Ctrl的自己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我要以这个为基准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诶 那我如果觉得视觉的焦点 是在这一个 这个糖棒这里 那各位 我点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 这边反而更倒了 所以通常我们有些时候 照片处理完 不管你怎么样转 最后你等到裁切 重新再去取一个角度 呃 sorry 我点错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接下来介绍的第二个工具 就是裁切工具 有没有一把刀子 通常我们都把它 处理完了之后 我们呢都还会再用裁切工具 把我要的角度呢 直接再去把它拉出来 假设我这张照片 经过了这样的处理 因为我等于是重新取景了 但是这张照片呢 真正的修法也不是这样 你在看的时候 如果你以这里为垂直的话 这是错误的 通常我们都是以建筑物是垂直为基准 其实这张照片 是刚好让各位练习 你到底在取一张照片 到底我们能拍歪掉 到底是以什么为基准 还有未来我们在那个 我们等于是说 在设定我的取景的范围的时候 各位都要留意这几个小地方 可以吗 这个是让各位了解到说 哦 原来呢 一般来讲呢 我们都是旋转 然后再配合什么 旋转 然后再配合 我们都是旋转再配合裁切 可以吗 好 那我一次一起讲好了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一种照片 这是基本的照片 你可以这样子做 好 那第二种照片呢 一起分析给大家看 另外一种也是拍歪歪的 但是这种照片很好 你要按右键 以其他方式开启 各位你可以看到 第二个 第二个也叫做所谓的拍歪掉了 但是这个歪好像刚好正90度的歪 如果我们用刚刚的概念来转的话 各位有没有发现 诶 这么一转的情况之下 诶 好像我把它调整了 有哦 好 有的人可能刻意来把它打成90度 刚刚好 假设了 你可能觉得说 诶 我就把它刚刚好90度 对 我按了一下旋转 手指头挪被切掉了 有没有发现到 原来他这种照片呢 有没有发现 他事实上呢 转呢 并没有真的转 因为它的整个外框还是狠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记得哦 我在这个地方有特别提醒大家 当你的照片呢 是正90度的时候 就不是直接用旋转工具了哦 而是用图片里面的变换 所以刚刚这张照片 记得 不是用直接的旋转 而是用图片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 有没有看到变换 诶 各位这个时候应该要立时增转一下90度吧 各位 看一下 这样 这样才对 整个板面要跟着转 这样才不会像刚刚那样的切掉 可以吗 这个是有关于旋转 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好 旁边切完给各位 好 理会一下 2 1 OK 各位 接下来我要来跟各位介绍的 就刚刚呢 蔡凯如老师也跟各位提到说 有些时候我们拍照 那个品质不是那么好的情况 不像 你看我按右键 我把这个软体呢 把它打开来 各位你看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以前在拍照的时候 比如说阴天 那个拍照效果的功能都是最差的 因为最没有立体感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张照片 会让你觉得灰灰的呢 其实就是因为 白色的地方看起来不够白 黑色的地方看起来不够黑 所以你才会觉得这张照片 拍的有点灰萌萌的 但是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大部分的软体 在处理影像的品质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不会有很多的功能 当然如果我们今天在跟各位谈的是什么 摄像彩度 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在跟各位谈的是色彩平衡 所以你有发现照常在调电视机一样 在调屏幕 你总是学不到那个观念 你只是觉得好像在调电视机 把那个画面调的明亮一点 真正要学到观念呢 诶 这边呢 特别推荐一个东西叫做色阶 为什么呢 各位 我把色阶打开来 诶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色阶怎么看呢 其实这张照片为什么灰萌萌的 我们来看它的色彩分布图 有没有看到这色彩分布的状况 那你有没有看到 这是深色的部分 这是浅色的部分 你看哦 如果就在张照片而言 它的深色的部分 跟浅色的分布状况 最浅的颜色 你会发现 几乎没有什么色彩分布到 最浅的颜色 最深的颜色也几乎没有分布到 这就造成了这张照片 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看色阶来调整的观念就是这样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有一个三调形 这代表是最浅的颜色 那这样好 我把最浅的颜色 它的极距拉过来好了 诶 各位有没有发现 重新改变极距了 最亮的颜色 有没有色彩有 很多嘞 这不就是白云 那这张照片可能还不够啊 你有没有发现 深色 你看这个树硬下 不够黑吧 因为发现这个树硬里面 怎么不够黑 所以我把这里拉过来 各位看到了吗 诶 哇 深色的地方有变得比较深 注意一下手下调 有没有看到预览 操作前 操作后 各位有没有比较了解原理了 不再像修电视机一样 有没有乱调一通 你现在有没有很清楚的了解 哦 原来 这个是跟色彩的分布有关系的 可以吗 好 画面呢 切完给各位 开启一下这张照片 好 3 2 1 白天的照片 大家都已经看到效果 那晚上的照片呢 我们再修一次 晚上的照片 其实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如果你只有学到 刚刚那样的观念 你只是会把色阶 把它拉进来而已 然后呢 你看 如果你这张照片来看的话 那你可能只有学一半 因为你只知道 颜色里面的 各位有人看到色阶 然后想说 哇 这边色彩分布 我应该把它拉过来一点 各位 这像不像被原子弹轰炸过一样 还是这边着火了是不是 你从原来看会有这种感觉 好 为什么这张照片怎么修 怎么怪 老师刚刚不是教说 要把那个色阶这样子调整吗 各位 这张照片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各位 为什么它是夜景 夜景的意思就是说 它一定看起来的 整个色彩的感觉 应该颜色比较深吧 最起码天空应该是黑色的吧 所以这张照片的修法呢 我们再重新来看一下 像夜景的照片 如果我在 我按重色 就等于是我没有修改 你没有发现 夜景通常它有一个特色 深色的部分 色彩的比重 会比浅色还要来得多 可是呢 刚刚很多人是这样的方式在调整 你没有发现 我现在反而让它的 深浅的颜色变怎样 平均了 那电脑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是白色 哪个地方是黑色 完全都是用数据来调整 所以关键在这里 既然我们刚刚说 夜景呢 深色的部分 比浅色的比重 还要来得多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个三角形代表中间色调 所以我把中间色调 往后调 有没有发现 诶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 深色的比重 有没有大于浅色的比重 这样才像夜景啊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 我完全改变色彩的比重了 各位修改前 修改后 有没有 哇 原来傻瓜相机 也可以调整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掌握到大的观念 应该是有啦 好各位试试看 记得喔 就是调整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就是关键 好靠面希望给各位 夜景处理完了之后 刚刚我们处理的都是 室外的照片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谈一下室内的照片 好不好 各位你们开启 第三张色阶的 有沒有 室内的照片 想想看 用刚刚那样的观念 来修图 效果怎么样 其实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 老师们介绍这种方法 就是未来 各位在处理照片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一个 基本的技巧 OK 可以吗 试试看 室内的照片 修起来 有什么样的问题喔 用刚刚的观念 修修看 老师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你会发现 奇怪了 怎么修 这张照片 还是旧旧的 灰灰的 黄黄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件事情 我先切换一下画面 不好意思 三二一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张 刚刚 这个都是室外的照片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室内的照片 其实室内的照片呢 有些时候会受到室内灯光的影响 比如说 它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摄温 那你就会影响到色彩的变化 很多 基本上 如果学到刚刚的观念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 如果是在这个画面色彩很平均的地方 基本上我们的基本的差不多是强 就要是让它的色彩做平均分布 或者是这个比例上面的调整 这是最基本的调法 但是你没有发现 这张照片呢 经过我刚刚的 我们刚刚的调整之后 你没有发现 很怪的一件事情就是 怎么看 就是黄黄的 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一张照片会偏黄吗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好了 老师 你觉得你把什么样的衣服 放到洗衣机里面洗完之后 最容易看到它被蓝色了 那是白色 白色最容易 那你看到 它多了什么样的颜色吧 像这张照片 为什么我觉得都黄黄的 我相信大家现在可以预期说 这个墙壁应该是白色的吧 什么白色的墙壁怎么黄黄的 其他地方 其实比较看不太出来 好 各位重点就在这里 因为对夜老而言 白色的地方 已经多了其他的颜色彩了 所以这边有个技巧 各位有没有看到 诶 这边有一个功能 就是重新告诉电脑白色的地方在那里 真的吗 有没有看到 这边选取白色的位置 墙壁应该是白色的吧 各位一直要点一下墙壁 哇 各位有没有发现 好像把颜色都吸掉了那种感觉 有没有 而且你点不同的地方 它会有不同的电话 那这个老师就可以尝试改变了 还有啊 黑色的地方好像不太黑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选黑色 不然句话说 这两个控制 这两个控制牛 就是重新定位你的黑色跟白色 好处就是 你可以把一些颜色过滤掉 这个应该是黑色 但是这个黑好像有点蓝蓝的感觉 点一下它 呦 各位你看 点了之前跟点了之后 有感觉到差异吧 你看 本来呢 这张照片呢 是这个样子 经过的调整之后 有没有变得更好 应该是有啦 好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各位的感动都没有 好 我讲一些浪漫的感动 好 各位你有发现 下次你要去拍照 白秤沾不够白 有没有 点一下白色在 或牙齿不够白的时候 就点一下牙齿 看出电脑说 诶 我的牙齿在哪里 对不对 让他知道哪个地方是白色的 OK 各位这就是这两个滴管的应用 可以吗 这等于是重新把色彩定位 好处就是下次你只要发现 我们的照片奇怪了 只我们好像颜色跑掉的那种感觉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应用了 当然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点的位置 它本来不是白色 你把它点了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整个图就变得很奇怪 当然喔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你要创造出比较有一些 特殊的艺术感的画面的话 也许这也是一个应用的技巧喔 OK 但是最起码各位有没有去感受到 重新定位色彩的一个观念 白色黑色重新定位的一个概念 可以吗 可以吗 你会发现你只要掌握这个 这三个圣接应用的技巧 我相信各位老师 下次呢 你再处理一般的照片的色彩品质的时候 基本上就透过这几招就可以搞定了喔 好 如果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进入人像编辑喔 我先切换一下画面 不好意思 三二一 哇 各位老师 这个照片呢 我们已经知道说 基本的观念是什么 我刚介绍这几张照片 都各有它的一个特色跟重点 那接下来谈的这个照片呢 是人像的照片 你看喔 这是我的偶像喔 我把我的偶像变得更帅了 有没有感觉更年轻 有啦 你们看到了什么 你看它的斑点 还有细纹 你看一下斑点不见了 对不对 细纹呢 你看一下鱼尾纹喔 变淡了耶 不是不见了喔 是变淡了喔 所以这很重要吧 那有没有看到下一个 女生的照片 很美吧 但是如果这样呢 有没有更美 有啦 各位今天学到这一照就够了 我回去化妆品都可以丢掉了 好 好 那我现在很快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做法呢 当然咯 你用Photoshop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需要Photoshop 我也可以做得到 我们用这个自由软件 可以做得到 怎么说呢 呃 我已经帮各位 帮各位把这些做法呢 都已经帮各位整理 在第17页了 接着各位可以stay by state的做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课程 比较是属于介绍式的 让大家知道 哇 原来自由软件做到这么棒 那我相信未来 也许暑假 让大家比较有空一点 我们可以排长一点的时间 深度的来学习 最起码 你就知道说 哦 原来我们暑假要开什么样的课 诶 各位我们就可以来深度的学习 所以今天没有学到 说 哇这个软体 我刚刚说这个软体 你到别的地方学 起码要二十几个小时 才能够学人偷测 今天先了解到一个观念 知道说 这软体很棒 下次有这个软体的相关练习 欢迎各位老师来猜练 那我很快让各位一看一下 呃 基本上男生的照片 好吧 我就很快的秀一下 那我就不给各位多练习了 我只是把这个软体的操作 很快的展示给大家看 你看 基本上呢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把这张照片呢 稍微放大一下 那 各位你看 基本上 我把这张照片呢 为了要让大家看到修改前 跟修改后的变化 所以我把这个照片呢 调整一下 呃 各位 我把它复制一个图层 有看到 那我想 我就为了让大家知道 我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呃 就这样 好 就准备柔衫衫好了 准备柔衫 我选的怎么会变成 好 好的 准备柔衫 没有啦 我只是想要后来一下 想说 可以稍打几个字 好 先逼的我必须要打字 好 好 很尷尬 我看一下贴过来会变成怎么样 也太神奇了 哎呦 太神奇了 好 原来Linux有防偷懒装置 好 那我就把它复制过来好了 假设我是用复制一个图层 因为我要让大家看到它的那个差异 那这个软件很棒一件事情 它有一个所谓的仿制工具 就是 你看喔 它这个软件非常棒 你会看到它的状态列 你看 接下来你看 有没有出现一个禁止符号 表示我现在什么按都没有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软件呢 它这个功能 仿制工具 它要你先去设定什么 你的参考来源 你看一下我的状态列 砍错键加按下这里 可以设定新的物质来源 所以咯 各位我现在呢 只要点一下 我 我希望copy的是这里 好 我按下砍错键 点一下 各位你会发现 再点一下 诶 各位 还需要去打雷射吗 有没有发现 这个比打雷射还快吧 会了解我的意思吗 哇 有没有看到我现在做的事情 都应该是清楚的感受到 有比打雷射还快 然后 对啊 可以吗 你看咯修改前 修改后 有没有自然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接下来呢 我时间的关系 我有很快的再复制一个图枕 让各位看一下 这个鱼尾纹呢 那修法就是这样子的 你必须要怎么样 我设计一个参考点 然后呢 拖曳下来 诶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好像太假了吧 好像这边曾经受过三张图 去了 所以咯 各位 这个地方呢 涂层之间 我可以调整它的透明度 各位你看咯 我把这个透明度调整 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调整这个值 透明度的值 有没有看到 我鱼尾纹浮现了 可以感觉到这个差异吗 各位 你需要多深的鱼尾纹 你要不要自己决定 有没有 哪有一个美容 诊所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你看 这个软体有没有很强 你看我现在鱼尾纹 自己决定鱼尾纹的深度 当然 在座的女老师比较多 大家应该不关心 来这个照片怎么修啦 但是各位知道 很重点了 接下来呢 给各位看一下 那观志颖的这一张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要怎么修 其实 只要按一个按键 就可以搞定的 真的吗 各位 有没有要赶着回家的 有 时间到了 那这个我们就 像礼拜再介绍 好不好 我如果这个时候结束 好像太残忍了 好好好 各位我们要把它讲完再结束 那我先跟各位讲喔 这一个的做法呢 男生的照片 其实各位细节 我就把它做到这里了 那女生的照片怎么修呢 哇 各位 就这一招 你可以加强笔子 有没有 好各位 看完了之后 基本上也可以下课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回到家里 你一定会很愤怒 为什么 因为你回到家 可能找不到它 加强笔子里面 有没有看到这个 Wave the noise 没有耶 找找看 所以还好 刚刚没有限定我走路 对不对 我这个话回去 应该找不到了 那这里呢 我就要跟各位讲 事实上呢 自由软体非常棒的一件吃起事 各位你会发现 这边有非常多的特效 什么艺术效果 什么装饰效果一大堆 那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特可以上好几天了吧 因为这边有太多的特效的应用 可以跟各位做介绍了 而且哦 如果这边不够的话 还可以再增加很多 那我就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这里没有那个特效 因为呢 这个软体开发了之后 有很多的人事设计师 他们又写了很棒的预计 好 我呢 就告诉大家 这个这里呢 我要跟各位提的是 你如果是使用EasyGo 回到家里要记得哦 软体里面 当然待会你们就不用试了 我这边试给大家看 还记得我们上次不试 我给各位介绍 擴充套件可以做修改 那我针对我这部电脑修给大家看 好 我打上这个 你知道吗 上一节课 我们是不是有介绍 BIOBOX的8ARM 擴充套件 欸 TIMP这个软体也有耶 所以我打上这个软体 GIMP 那它这里的擴充套件 叫PLUGIN P-L-U-G-I-N 你可以搜寻一下 它卷軸要稍微卷下来一点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看到 你其实把它抄下来好了 你要装的是一个 GIMP 然后呢 PLUGIN RAID 就是一个 那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些选择 是针对GIMP的 各位 这么重要的功能 当然要把它抄下来 你可以看到 这就只有你的好处 好东西 你都可以随时再把它补上去 好 选好了之后 抄完了吗 GIMP 然后- A-E 然后再加一个减号 在GREGISTRY 好 各位再按一下套用 就像上一节课 我们再安装东西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看 正在准备安装 它就把你装上去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喔 你刚刚装网的时候 它不会马上有喔 你必须要重新开启 你的GIMP才会有 好 那我就 我装好了 我重新再把那个档案 再把它打开来 好 各位 你其他方式可以再开一次GIMP 它就会重新再去读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再读一次 再点一下 濾镜值 里面呢 有没有看到加强值 读页 各位 因为有看到它了 接下来点下去 有没有看到 记得要选择O 所有的色彩 哇 各位有没有看到什么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 好 终于出现了 各位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里头有看到这个缩组的啊 其实这个预览 你就会看到这个效果了吧 有没有看到这个预览的地方 嗯 那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些值 诶 诶 哇原来只要调整这一个值 各位有没有看到效果 你要 你的皮肤要多粉嫩 有没有 各位 你的粉底要打多厚 有没有 就从这个地方就决定好了 可以吗 好 各位 你只要调整这个值 接下来按OK 你们看一下这里的电话 耶 各位 我们可以下课了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所以各位老师 你有发现到 自由软件有很难吗 没有吧 最难的是 我们不知道原来 有这么棒的自由软件吧 OK 所以 期待各位老师 未来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 我 我觉得我们可以开 长一点的时间 好好的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DINK这个软件 怎么样使用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 这个